城市的经济发展要想跟上时代的脚步。 一是本身要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比如煤城厄尔多斯,石油支撑大庆,二是要有特别的政策扶持,比如特区深圳,直辖市重庆等等。 深圳2018一线城市GDP增速低而临海靠港地处渤海之滨的天津无疑在此之列,同时天津也是中国最老牌的直辖市之一。 城市经济基础雄厚,GDP总量常年位于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之后,是最有希望进入一线城市行列的二线翘楚。 但是2018年上期的经济数据出炉以后,天津的GDP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不仅GDP增速从去年的6.9%降到了3.4%, 而且排名还位居东北三省的后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倒数第一。 那为什么天津的经济发展,跟不上一线城市的脚步? 天津的工业起步其实非常早,制造业衰退。 如果说服务业和金融业是一线城市脉箱成功的必有之路,那么制造业就是二线城市脱颖而出的本钱。 尤其是被靠泊海湾丰富资源的海港城市天津,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北方地区的制造业中心,并且天津的制造业诞生非常早。 在民国时期天津就是北方的工商重镇,袁世开当年在小战练兵就是看中了天津强大的兵工产业和先进的西方军事思想。 如今天津依然有小战练兵员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天津的制造业更是快速发展,闻名全国的下立轿车就是天津的产物。 这在当年可适时足的奢侈品,另外以手机为主导的电子产品组装,也是天津的右翼强项。 在当年功能机为王的时代,摩托罗拉和三星的中国手机工厂都位于天津,天津一度占据了北方70%以上的手机产量和一半以上的手机利润,奈何没有培养出自己的品牌,在智能手机时代又未能更上脚步,只能眼看着自己的地位一点点消失。 并且摩托罗拉的天津工厂已经于2016年,就关闭转移到了人力成本更低连的武汉,而三星的手机工厂则也有退出的打算。 天津的制造业流失严重,经济和高端就业机会持续受到压缩,GDP增速表现不及预期也在情理之中,天津的经济增速不及预期同质化竞争。 天津的另外一大支柱产业,就是和海军物流相关的石化精炼产业。 过去天津的工业基础雄厚,港口条件成熟,环渤海地区的油品更多的是在天津进口并精炼味成品油,所以天津的工业码头和石油链化两项一直处在全国的领先位置。 但是随着唐山和苍州黄华港的崛起,能源相关的业务被分流到了环渤海地区更多的地方,港口优势不再明显天津一超独霸的经济地位受到了挑战,并且由于环保条件限制。 天津的工业产能也受到压缩,产能缩小后相应的物流需求也会降低,进而影响港口码头的经济效率。 国际航运指数曾经跌落到巅峰时期的十分之一,不可谓不惨烈,再加上最近几年国际油价,连续下跌,石油相关的产业本就举步维艰。 这让以石油精炼和港口物流为支柱的天津经济再度雪上加霜,从经济底蕴来看,天津依然是中国第五城,总之天津是一个工业基础,雄厚的北方经济重镇,但是支撑其经济发展的传统工业如今动能不足,新兴朝阳产业又后继乏力,这才是造成如今天津GDP增速出现滑落的根本问题。 欢迎点击关注,更多精彩内容和你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